我自己来说,在过去那十年呢, 真的是我自己翻转了我人生的一个很大的机会来的。 因为其实我自己创业呢,已经有三十年的时间,超过三十年了。 在开始创业的那二十年呢,其实是做得很辛苦的。 赚到钱没有,赚到钱的。 但是呢,其实就是赚到钱的时候, 我没有时间我去休息了,我没有时间享受。 其实我两个小朋友了,但是我大儿子已经十八岁了。 但是过去呢,其实我没有机会去陪我小朋友。 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呢,其实我是印象的势力。 幸好其实在2012年的时候呢,我的事业跌到了很大的低谷。 那当时呢,我的朋友呢,因为我认识了十几年的好朋友呢, 他就将社交电商的平台呢,他就和我分享了。 我当时二话不说,将我自己的企业顾问公司呢, 我就结束了,不做了。 我就全力呢,在社交电商的平台里发展。 那仿眼这十年时间呢,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改变。 因为我相信,刚才Ivy有提到,在过去的三年多, 我相信大家知道,全球发生着有很大的挑战,是吧? 就是什么呢?疫情的来临。 令到很多,每个政府隔离开, 将我们人们去隔离开, 健康方面产生了很大的挑战。 而最重要是什么呢? 是在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生意上面, 都是面临极大的挑战。 所以,对我来说呢, 其实我都半休息的状态, 其实四年那副车, 知道什么叫车吗? 那个汽车的引擎, 那个引擎, 已经引擎停了。 其实我都是, 因为要隔离开, 我自己是没有打针的。 所以呢, 又不准吃饭了出去, 我就躲在家。 虽然我没有很努力去工作, 但是在过去那四年呢, 我的收入仍然是愿言不绝的。 而这一次, 亦都看到, 刚刚完整的影片, 那两分钟的, 那位其实是一个全球很成功的女企业家, 他叫Keym, 在过去十年呢, 他帮助了我很多。 他带我去看到, 今天在这个社交电子的行业, 一个真真正正的做法, 到底是怎么做的。 所以,在这一次, Keym就是一个很大的肚腐, 它有一个使命, 它是希望可以借助, 今天这个平台, 去帮助更加多的人, 去完成, 刚刚我提到的三样东西。 所以, 我当时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呢, 我就完全是什么未知情的状况, 公司的背景都看是怎样啊, 有什么产品啊, 到底背后整个商机都看是怎样呢, 我可以坦白告诉大家, 我去做决定的时候是完全不知道的, 但是, 我将我过去建立了十年的事业王国, 当时其实我的生意去全球七十几个国家, 变及了我连锁的网店, 是超过百万间的, 我很决绝的, 决定在一夜之间呢, 我放弃了, 而今天就在3这个平台, 所以其实今天呢, 我准备了一些资料呢, 去跟大家分享的, 我觉得第一件事呢, 你要多谢今天带你来的朋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项目, 是非常新的项目, 可能3这个名字呢, 大家没听过, 大家听过没有? 3 在哪里? 在哪里听过? 在这里, 错了, OK, 你每天都听过的, 是不是? 对不对? What time is it? 3 or 3 3 你在小时候读书的时候, 是不是? 就是一定要学的, 1,2,3, 3 我的工人呢, 他说3是怎样的呢? sir, have a company a mail order for you, what company? 接着我的工人说, 3 3 所以其实3这个名称, 大家可能听从小到大都开始听的了, 但是, 你说今天如果是3这个字呢, 它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平台, 到底是一家什么公司呢? 其实, 我们的, 其实我们的目标, 就是我们, 我们其实是用一个, 是用目标, 爱, 奉献, 作为推动力的, 一个是全球的企业家, 创业的一个平台来的, 而, 我们公司有三个很重要的支柱, 第一个呢, 其实就是人, 公司很清楚, 人呢, 就是公司最重要, 也是最大的资产来的, 而另外就是, 我们的目标呢, 是建立一个全球的社区, 去帮助人们是保持健康, 创业发展, 和增加他们的收入的, 而我们的平台呢, 就是为全球的消费者, 去提供一个, 用最领先的生物科技, 制造的植物营养素, 可以帮助我们呢, 是活得更加健康的, 而, 大家看到这一位呢, 他叫Daniel, Daniel Hickok, 他是我们公司的创办人, 以及我们的CEO, Daniel, 在过去他是非常成功, 他是创办了两间的, 非常成功的数字, 企业公司, 而在跨境电商, 在电商这个事业上面, 这个生意上面, 他也有超过六年以上的经验, 而Daniel, 今天有一个市民, 就是, 他透过这个平台领先的产品, 和一个很新的一个创业模式, 去可以帮助企业家门, 激励别人, 去连结整个社群, 去创造更加大的成功, 而刚刚我提到的就是, 我们已经在第一个阶段, 其实已经有15个国家, 同步去开展的了, 我们的总部在美国的犹他州, 在延湖城, 除了美国之外, 另外14个国家, 和地区, 我们都是用NFR的形式, 就是跨境电商的形式, 去进入当地的, 当然包括我们今天的马来西亚, 如果你说在大中华区, 分别就是中国大陆, 台湾、香港和澳门, 在亚洲的市场, 我们是有菲律宾, 越南, 泰国, 我们今天的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尼, 和新西兰, 澳大利亚, 代表着这些东西, 这15个国家, 在物流, 金流方面, 已经处理好了, 换句话说, 如果大家在这15个国家, 或者地区, 你们有亲朋戚友, 他们其实是想找机会的, 他们是想, 有一个可以健康, 帮助自己的话, 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最好的机会了, 好了, 首先第一步就是, 我们的科学, 大家在外面, 我想问大家, 有没有用过营养保健品, 有没有? 有! 过去疫情, 大家应该都有了, 很多人说, 怎样增强自己的免疫力, 你会发现外面市场, 有很多其实是配方来的, 什么叫配方呢? 譬如说, 我要做某一种的维他命出来, 其实生产商就是按照这个配方, 它生产完出来, 贴过牌上去, 就推出市场卖的了, 即有些是叫OEM, 是吧? 即是类似这样的模式, 好了, 而在3今天, 是由, 去找原材料, 已经是由我们的科研团队, 他们亲自去做的, 而且是用了复方的一个方法, 但是我们的科研团队, 他们是外籍人士来的, 他们是外国人来的, 但是他很懂得用我们的中国的复方, 是什么呢? 一加一不是等于二的, 一加一是大过二, 而对我来说最劲的就是, 我本人, 小弟, 我吃了30年的营养保健品, 我是很有保健的概念的, 但是我发现, 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过去, 我吃了那30年的保健品, 有超过80%是冲了到马桶, 你明白什么? 其实就是, 现在最重要的是, 我们人是否能吸收到? 那时候, 我听到很多人, 你之前的妈妈说, 哎呀, 你吃金钱多, 没有用, 你不吸收的, 你有听过这些东西吗? 有, 你知道我从小到大, 我都想我妈说我这句, 我听都没听过, 所以搞定, 我现在身形变成这样, 我多想不吸收, 所以, 其实最重要的是吸收, 你吃多少下去, 你能吸收到才是你的, 但是, 原来我们发现到, 外面方家很多的保健品, 大部分的吸收率, 大概你吃100%, 是吸收到20%, 已经很好了, 而今天, Dr. Dan, 我们的科研团队, 他用一个最新的技术, 是什么? 这个叫肢质体的技术, 肢质体是什么? 过去是用在, 大家有没有听过癌症病吗? 有些吃的标靶药, 有听过, 是不是? 标靶药, 就是用肢质体去包裹着那些药物的, 好了, 它是怎么样呢? 肢质体的外围, 这个包裹的外围, 其实跟我们人体的细胞, 它的结构是近乎一样的, 换到今天, 如果你有一杯水, 你试一下想像一下, 有一杯水, 你滴一滴油下去, 你再滴多一滴油, 当那两滴油一碰到的时候, 它是不是粘在一起? 因为它们结构相同, 诶, 肢质体原来就是这样的了, 其实当我们服用, 我们今天的营养保健粉, 它再不是用肢质体去包裹着一些药物, 这一次是用肢质体这个技术, 去包裹着一些全天然复方的营养素, 当我们服用的时候, 就会透过我们的粘膜, 进入我们的血液, 当它一碰到我们的细胞, 它会怎样呢? 它就会因为结构相同, 它就会打开开口, 里面的全天然的营养素, 就会直接进入我们的细胞, 吸收率是超过90%, 这个是在第三方的实验室已经做了生物利用度的一个总体的测试, 它的吸收率是超过90%, 所以今天这个是一个最弱时代的产品, 而且功效是来得非常快, 这个是我最欣赏的地方, 好了, 刚刚我提到这个技术, 其实就是我们公司的首席科学官, Dr. Dan, 它自己已经超过15年, 细胞吸收的方面的经验了, 而且它已经研发了超过70多种的营养保健品, 当中有16种已经拿了专利, 以及正在申请专利当中, 而且Dr. Dan他是科研世家, 他维他命B1, 大家有没有听过? 维他命B1, 其实就是Dr. Dan的爷爷和他的团队发现维他命B1, 所以Dr. Dan, 其实他在, 大家如果有导演,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一下, 在导演, 他有很多粉丝, 另外Podcast, 他也是头50强来的, 大家如果去Podcast, 导演, 你搜导Dr. Dan Cooper, 你就会看到, Dr. Dan过去的成就, 到底他做些什么, 怎样去帮助人类, 好消息的是, 今天, 他已经是全新投入去协助我们3公司里面, 做了我们的首席科学官, 也都在太北的地方, 有一个很大的地, 去自己种植, 一个完全无污染的, 一个天然的植物, 在里面提取的营养素出来, 但我们公司只是短短3个月的时间而已, 另外, 背后还有一帮我们科研的咨询委员会, 在里面有很多是非常出名的医生, 一个最大的奇迹是什么呢, 这些医生呢, 他们是没有人工的, 他们是不收钱的, 就是因为看到, 这一次我们整个平台的理念, 这个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完整会议之后, 再跟大家深入去分享一下, 好了, 首先呢, 就是Dr. Dan在第一个阶段, 研发了6种的产品, 亦都是在第一个阶段呢, 是照顾我们人类全面的健康的, 而最劲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那么短时间的公司, 我们3, 6种的产品, 已经进入了美国药典搜册, 叫做PDR, PDR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是美国的医生, 所有的医生呢, 其实他的诊所里面, 他必然是会有这一本的, 保典的, 这个药典, 就是他开药给病人, 他也是会看的, 到底这个药理是怎样的呢, 什么病, 到底是什么药, 是适合这个病人呢, 他的临床到底是怎样的呢, 很详尽的资料, 而在里面, 有小部分, 是营养保健品, 因为营养保健品, 是极难进入PDR的, 大家刚才都没有说, 吃开营养保健品的, 是不是, 你将你吃开的牌子, 上去pdr.net, 可能你觉得那是很大的牌子, 在外面的药店买的, 你看看, 他们都未必能进入PDR, 但是我们的产品,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全线已经进入了, 起码证实到的是什么呢, 安全, 和它的吸收率是非常好的, 功效来得非常之快, 好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 你可以自己去pdr.net, 你打3, 我们公司的名字, 然后将产品名称打进去, 它就要自动跳出来的, 你会看到很多相关性的资料, 好了, 第一样, 我们叫Vitalite, 这个Vitalite, 它含有超过270种的成份, 在一种的产品里, 其实在坊间很难找到的, 外面坊间, 如果你看到一个产品有200多种成份, 它通常会分开8至10罐去买的, 你知道原因是为什么吗? 赚多一点, 吃多一点, 但是多得点不是, 它以最重要的功效为先, 所以在里面这270多种的成份, 它是完全补充了我们人类每日, 需要的基本的营养素, 微量元素, 和确物质, 而且它特别对我们的大脑, 和心脏眼睛的健康, 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个产品是我们人每日, 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一个基石, 亦都会提供很大的能量给你, 很多拍档呢, 用了现在一个多月时间, 发现, 大家有没有很多时候, 吃完饭之后呢, 很想睡觉, 大家是不是刚刚吃完饭了? 我不知道, 如果知道, 我应该拿Vitalite, 每人拍一包, 你很费精神, 这个吃完真的, 你会发现, 全日你的体力, 你是很充沛你的体力, 很精神的, 第二个就是Collagen, 这个女士呢, 抢得不得了, 我告诉大家, 膠原蛋白, 大家听过的一定, 可能也有用过相关的产品, 但是外面市场, 有很多的膠原蛋白, 它在哪里提取的呢? 它是在牛骨, 它在鸡脚, 在鸡脚那里提取出来的, 我们是100%全海洋的膠原蛋白, 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它就是, 你这个产品呢, 你不需要每天喝的, 你一个月, 你喝10天就可以了, 你的朋友很奇怪, 不是不断要去补充的吗? No, 补充已经是过时了, 我们在补充之余, 它最重要是激活你的细胞, 令到你的细胞自身产生了胶原蛋白, 所以CP值是极高, 一个月, 你喝10天就可以了, 我们的产品见证多到不得了, 你可以问你的朋友, 完成了之后, 叫你的朋友给一些照片你看一看, 好了, 第三样呢, 其实就是Ethernel,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产品, 其中一样来的, 它里面最主要的成分呢, 其实就是Vescurato, 中文的学名叫白泥露醇, 大家应该有听过吗? 有听过是吗? 我为什么这么喜爱呢? 因为过去我旧的, 我自己参与一个社交电商的平台, 我喝白泥露醇, 喝了10年了, 好了, 我看到最大的功效是什么呢? 真是可以抗衰老的, 小弟现在四十九岁了, 我出来, 我和一些同学, 小学同学, 一出来, 我一出来, 小学同学没有尼马, 你试试吧? 你试试吧? 你试试试, 你不要过去香港了, 大哥, 一出来, 我看见,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发现, 原来我那10年, 去喝白泥露醇, 真的帮助很大, 是完全两个人来的, 它是有抗衰老, 可以激活到, 可以激活到长寿的基因, 抵抗的自由肌, 白泥露醇的好处是多罗罗的, 而这一次, 我发现, 那个成分呢, 是比我用了10年的, 是高出了3倍的, 我过去其实是60多mg, 现在是200mg, 它里面还加入了什么呢? 就是谷光金泰和QQ10, QQ10是提供力量给你的, 是提供你的细胞给你力量的, 所以这个产品呢, 刚才我女士不是很喜欢Collagen的, 是不是? 男士, 你知道喜欢吗? 就是这个, 它也有软化血管的功能, 大家够18岁了, 都明白了, OK, 我们已经有很多见证了, 但这个见证是不在我身上的, 我的朋友身上, OK, 好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它不单止白泥露醇, 那里面还配合刚才我提到的两样东西, 好了, 这个呢, 未必去到中年, 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们做运动, 你会发现, 哇, 肌肉的酸软, 酸软很多天的, 好了, 另外这个最主要呢, 其实就是对我们的关节的健康很有帮助, 是非常大的帮助, 而且效果来得很快, 很快就要舒缓了你那个关节的痛楚, 和对我们身体所有的炎症呢, 都是极大的帮助, 它里面呢, 其中一个成分, 我只是讲一下, 姜黄素, 大家有没有听过姜黄素, 是可以对癌症, 癌细胞呢, 是有抑制的作用, 有听过没有? 出过很多论文, 是证实了的了, 你知道过去做实验是怎样做的, 为什麽会证实到呢, 它就是用这些癌细胞, 癌细胞呢, 癌细胞呢, 它丢到那些姜黄素那里, 然后发现, 真是有效果的, 真是可以的, 好了, 问题来了, 如果你说要抑制癌细胞, 如果你说要抑制癌细胞, 你吃下去, 姜黄素, 人体是极难吸收的, 这个成分人体是很难吸收的, 你吃下去都不吸收, 它怎样抑制呢, 它都去不了细胞那里, 但记得我刚才所讲, 脂质体的技术, 这一次是直接进入我们的细胞,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呢, 就是对很多的, 在现在这个世代, 我们人类的健康, 是一个很大的福音来的, 所以它是对我们身体产生, 所有的炎症, 是极大的帮助, 好了, 另外, 这个全世界任何人都要用的了, 我是逼我两个儿子用的, 为什么呢? 这个叫Purify, 就是排毒的, 帮我们的五臟去排毒, 其实我们日常吃的食物呢, 现在已经吃菜, 大家不是说, 会有农药, 吃很多东西会产生很重金属, 重金属其实是很难排出体外的, 而最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新冠疫情, 令到很多人感染过, 后面是不是长新冠的问题? 这个是非常帮到手的, 而另外也是因为过去三年, 我们人类靠了一些可能外来的东西, 去令到我们产生了很多的后遗症, 这个是今晚的部分, 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主要关于产品的, 所以这里我不讲太多了, 如果你有兴趣的, 你可以上去我们的官网那里, 有更加多关于产品的资讯, 但是这个排毒的功效是一流的, 我用了两个钟头, 马上有反应了, 两个钟头也只是, 好了, 最后就是互相配合去用的了, 当你排了你的毒数, 最重要就是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大家有听过了, 我们的免疫系统, 其实有80%在我们的长度那里, 我们的长度等于我们人类第二个大脑来的, 所以要保护我们的长度健康, 而这个immu最主要功能就是, 将我们的长度维持健康的水平, 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我相信现在在这个世代, 大家对这个词语都很敏感的了, 是吧? 怎样用什么方法去增强免疫力呢? 所以这个purify, 再加emmule, 是一个王牌的配搭来的, 是因应着现在过去这几年发生的事情, 每个人类都需要, 必须去用的, 那你怎样去将我们六种的产品, 去归纳在一个图片那里, 你会看到呢? 很简单, 这个图你全看了, 首先我最后说, 刚才那个emmule就是免疫系统, 家里呢, 你有一只狗狗在那里, 这个狗是怎样的呢? 它不咬主人的, 看着你门口有贼鬼鬼祟祟祟的在那里, 它会怎样呢? 那只狗, 是吧? 嚇一嚇你先, 不要来啊, 咬你啊, 是吧? 所以呢, 这个就是emmule, 去第一步的防线, 外面的先不要入侵, 贼仔不要来先, 好了, 第二呢, 就是我们的基石了, Vitalite, OK, 我们人类最基本的270种, 我们人类需要的元素成份, 在那里面, 打好地基, 向上起, 向上起, 怎么做呢? 第一, 搞好你的支架, 我们的关节的健康, 然后, 开始就要做什么? 外表的修护, 就是我们的Tollagen, 而另外, Eternel呢, 就是我们整个的, 保护我们的细胞, 细胞卫视的, 去保护我们的细胞免兽, 自由基的伤害, 最重要, 每日要做什么? 倒垃圾, OK, 吃那么多东西, 你不倒垃圾不行的,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一个图就看完了, 好了, 产品, 我决定了, 说到这里就算了, 因为我发现, 大家都比较沉默, 唉, 有我想起一首歌, 哈哈哈, 谢谢,